一上竹华的时候 总是就跟我们问好了 当时瞬间就觉得很亲切 就觉得一点都不紧张了 他看到我们九曲西梁 很多的野生动物的时候 他有告诉我 他说五一山的人和自然很和谐 我们人在这边游玩的时候 动物也是可以这样走来走去的 包括我们有看到白鹿了 白咸了这些野生动物 总书记看到这个水的时候 我说这水特别清澈 然后总书记说 这个水应该是有一类水了吧 我说对的是一类水了 风景整体来说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我看到的是 越来越回归大自然的感受 包括我们这边这两岸 原来都有一些建筑物 都是有一些房子 包括我们码头这个地方 原来都有 但是为了更有效 更好的保护好我们这条九曲西 把周边的居民了之类 全部都迁到外面了 所以我们彩色到今天的话 你还可以看到这么清澈的水 都远就这么清澈了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房子